20年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所有崩壞的角色塑造都被拉了回來 黃跟拉克斯等人終於有了正常人的角色塑造 因為豐富的人性評價反身 帥了20年的阿斯蘭正式產遭迷因化 下一個20年 阿斯蘭大概都會被當作迷因指標 在Seed Destiny中充滿怨氣的真飛鳥 在本片成為最能打的MVP Seed中各大CP走向全都明瞭 終於迎來大結局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前陣子我衝去日本看了Gondan Seed Freedom的第一場 短短的兩個小時內容量真的太多 我甚至還跑去二刷完全看不膩 這次的電影中每個角色都有各自的發揮時間 所有的角色粉絲都有被照顧到 就連包含已經死掉的人物 像是妮可、巴吉路艦長等人的名字也有被提及 滿滿的感動 如果你以前覺得黃太強太完美 這次直接讓你看到他脆弱、懺悔、自大跟驕傲 還有崩潰 以及一直吃憋的一面 不像Destiny中毫無自我想法的樣子 這次的電影版他變回了Seed的時期 充滿人性的黃 我直接被這次的黃圈粉 你覺得真在TV動畫中沒有表現 那你可以看到從頭到尾都很強的真飛鳥 甚至他就是這次電影的MVP 你如果覺得阿斯蘭在Seed Destiny中打得很憋 沒辦法發揮實力 而且網路上好多阿斯蘭的名音嗎? 那我們就讓阿斯蘭變成一個超強的搞笑角色 甚至是 你覺得拉克斯以前總是可以莫名洗腦身邊的人 讓事情往他想要的方向發展 看起來很邪教嗎? 這次的電影也有幫觀眾解惑 為什麼會這樣? C世界要如何消除戰爭? 在這個世界觀中 命運計畫到底是好還是不好的? 這次關於計畫 不管優點跟缺點都會跟觀眾交代 且所有你喜歡的CP 怎麼處理他們的關係? 黃跟拉克斯的練習要怎麼走? 這次突然天降的金毛 真的是來搶拉克斯的嗎? 阿斯蘭到底選了卡加里還是美玲? 八點檔可以說是滿滿的 想要看機器人大戰的朋友 恭喜你! 這次的戰鬥畫面 維持了SEED的華麗 速度感跟分鏡都極強 想看的機體都會登場 想要他表現的機體 還會加料送你更猛的新套路 總之我們就趕快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首先跟大家快速帶過 這次的劇情大概 在諸澤議長的命運計畫後的一年 世界並沒有因為議長倒下變得更好 反而戰亂更多 幾乎天天都處在戰爭狀態 原先差點走上和平道路的自然人跟調整者 關係激化成完全對立 在電影中我們會看到 Besit Destiny本編中 更加詳細描寫世界局勢的畫面 可以說是非常的殘暴 為了對應混亂的世界 主要主角群組成了獨立部隊 Compass指南針 到處以武力介入戰爭 每個人駕駛的機體分別是 黃駕駛駛揚自由 真駕駛不朽正義 露娜分配到傑爾谷跟猛士 新角色阿格尼斯則是駕駛激洋風暴型 包含Sit Destiny版的黑色三連星 他們也都有加入 獨立部隊Compass是接受世界各國的承包 阻止世界戰爭的少數精英部隊 另外部隊總裁是拉克斯本人 可以說是得到了凌駕於三方權利的特權 Compass受命找尋在背地引發戰爭的 藍色宇宙產黨米凱爾上校 經過多少次戰鬥之後都搜尋無果 Compass這種看一次戰爭打一次的做法 治標不治本 人類本質上還是互相仇視 過了一年世界越來越慘 總人口數因為飢餓、貧窮跟戰爭不斷減少 黃就認清了 自己只能打贏戰爭 但不能消除仇恨 因此也極了 希望早日開發出全新的重火力裝備 盡快壓制所有戰爭 為了這套新的Proud Defender裝備 黃已經長時間晚歸 甚至跟拉克斯聚少離多 滿腦子都在想 到底要怎麼讓世界恢復和平 被自己的行為摧殘的黃 已經不像以往有自信 甚至有著他有義務承擔全部犧牲的責任 想到這邊黃又不禁打開了 議長跟命運計劃的檔案 深思 也許自己當時真的錯了 自己解決不了C世界中發生的戰爭 人類真的學不乖 為此黃痛苦不已 認真反省自己以來的行為 在劇場中的小冊子中 有附上福田對於這段的詳細解說 Seed中談論的是 戰爭是不好的事 Seed Destiny則是 就算人類會戰爭跟紛爭 還是會想要向前邁進 Seed Freedom則是反問 Seed Destiny那樣的想法 真的是正確的嗎? 黃在Destiny時期 是一時之間的衝動 在一年之後 看著世界逐漸崩壞的樣子 他才開始慢慢醒悟 也許當初自己是錯的 電影的前20分鐘左右都在演出 黃對立打倒議長後 導致世界更大混亂的後悔 甚至開始認為議長也許是對的 拉克斯等人在劇情中也有說到 許多國家還是認同命運計劃的 且有時是這個計劃的國家 最起碼都得到了自然人跟調整者的和平 在戰爭的世界中還能夠維持正常運作 雖然拉克斯等人不同意命運計劃 但也已經沒辦法否定 這個計劃確實管用 拉克斯也說到 他們剝奪了認同命運計劃的人的權利 或許很多人真的會因為命運計劃 翻轉人生 他們必須對這個混亂的世界負起責任 只是他們暫時還想不到 到底該怎麼做 接著劇情就有了新的進展 這次的主要反派新興國家Foundation 他們原先是非常小且窮困缺資源的國家 宰相奧爾菲的政治能力超強 所以在短時間內 將Foundation快速領導成 一個擁有世界最高技術力的國家 無論如何Foundation邀請Compass 來一同解決埋伏在境內的藍色宇宙 條件是讓Foundation也加入Compass 原先拉克斯有些猶豫 但黃認為 只要現在有和平的可能都該試一試 Compass抵達Foundation之後 兩方高官互相見面 但拉克斯一碰到金毛奧爾菲的手 直接被短時間洗腦 看起來本質又要變薄了 拉克斯的身體 對奧爾菲說的話是完全沒有辦法抗拒的那種 接著Foundation的高級將領 黑騎士小隊的修羅 開始挑釁Compass成員 希望黃可以跟自己鬥劍 而黃則表示 我其實不太會用劍 被對方嘲笑說 堂堂一個隊長不會用劍 真不像話 這時 真就開始替黃出頭 跟對方擊劍比賽 在4-6開之後 敵方隊長修羅的劍架在真的脖子上 並說阿斯蘭果然才是最強的 修羅想跟阿斯蘭決鬥 這群黑騎士小隊的駕駛員 在後來的劇情會揭露 每個人的駕駛技術都在黃的等級 並且能夠做到同伴間共享思維 更能對對手進行毒心跟洗腦 原先福田的構想是 搞出20個黃大河來當敵人 因為這實在太亂來了而作罷 改稱黑騎士小隊人均黃大河 這樣子就合理了許多 劇情中也有提過 攻擊自由在半年前是有被搶過 是Foundation出來打倒被搶走的攻擊自由的 據說原先這段是要做成OVA 但後來作罷 Kompass跟Foundation在藍色宇宙作戰前夕 開了一場派對 奧爾菲一直不斷的對拉克斯用金毛洗腦術 表示自己能給拉克斯一直以來夢寐以求的和平 黃在旁邊則是一臉大便 覺得自己頭頂綠綠 奧爾菲也跟黃嗆聲說 你很強 但你把世界搞得非常破敗 請問一下 你剝奪了很多人的生存權利 但你現在做的事 有辦法彌補嗎? 就算你真的用武力讓世界和平了 用沾滿鮮血的雙手 要怎麼牽起拉克斯的手 隔天兩個組織全員一起出動 捕獲米凱爾上校 黑騎士小隊偷偷對黃使用了心靈控制 讓黃在戰場上暴走 甚至跨越國際線 被跨越的國家認為自己被Compass冒犯 黃被誘導引發大型國際戰爭 拉克斯迫於輿論壓力 只能對黃發動攻擊 下令的一瞬間 黃的無線電就被切斷 黃只聽到了拉克斯表示可以對自己開槍這件事 整個人心態崩潰 人均黃等級的黑騎士小隊到底有多強 他們只需要兩個人 就能完全壓制駕駛鎮揚自由的黃 而另一邊的黑騎士小隊更是從中作梗 以被跨越國的名義 對Compass發動了核彈攻擊 剩下的隊員則是直接把木跟大天使號擊毀 這邊鮑一的艦長真的好好看 那正在這一戰可以說是完全沒有發揮 不朽正義僅僅只能拖住黑騎士幾分鐘 就被無情拆解 這也是因為 第一 飛鳥前期想要模仿黃 不打駕駛艙的打法 但他根本就不熟練 第二,他有表明他不太會開正義鋼彈 大家還幫手幫腳 Compass在這戰可以說是完全大敗 真根不朽正義直接被腰斬 露娜阻止了第一發核彈 但沒有辦法阻止第二發 機體也直接沉入海底 黑色三連星甚至直接被擊殺了兩個 剩下大姐存活 Foundation更趁亂爐走了拉克斯 駕駛激昂的阿格尼斯因為對黃求愛不成 叛逃到Foundation方打算給黃致命的一擊 在黃差點真的死在戰場上時 一台超級敏捷的茲寇克從天而降就場 阿斯蘭煞爽登場 茲寇克表現非常好 跟對面的黑騎士修羅五五開 我沒有想過這麼有速度感的茲寇克 基本上當時全電影院都在笑 無論如何阿斯蘭擋住黑騎士小隊 並跟美玲把所有殘存的隊員一起救走 到電影的前期還很認真的在討論世界的和平 跟到底要怎麼解決戰爭不斷的現況 但從阿斯蘭跟茲寇克登場的那一刻起 電影版的畫風就開始突變了 原來福田說到會更改部分故事設定是真的 因為有些角色的背景故事 被這樣子一改完全不同 Foundation開始解釋故事背景 原來議長當年研究大家分配工作 以達到社會和平的命運計畫 但他還有一個同事叫奧拉 在研究如何創造更加強大的人種 奧拉想讓他們來執行命運計畫 這些新興優秀人種叫做Accord 超級調整者 只是沒能成為Accord的烈等人種 不僅每個人都超能打 人均狂大合 還擁有洗腦能力 心靈控制能力 獨心能力 以及共享思考的能力 其中Accord也有分適合性 有些擅長戰鬥 有些Accord天生擅長政治跟經營 就是奧爾菲 接下來的設定定一起來真的很像在胡州 不過劇情真的就這樣演 原來拉克斯他不是調整者 而是Accord 雖然他自己本人不知道 但他天生的能力就是世界的統治者 奧爾菲也為大家解惑 拉克斯講話會很有說服力 讓大家都想聽 是因為他是Accord 天生自帶洗腦能力 當拉克斯還沒有辦法接受事實的時候 Foundation方發表了更勁爆的發言 這是拉克斯媽媽當初的委託 當初Seed的事實是話 拉克斯的母親對拉克斯說過 世界是你的 你是世界的 原本聽起來很有母愛 現在聽起來超級毛骨悚然 且奧爾菲跟拉克斯原來天生一對 所以就是要來統治世界的王跟女王 所以前面兩個人接觸時 才會有很多奇怪的共鳴 這我都能接受 但我唯一有疑問的是 如果拉克斯本來就要跟奧爾菲結婚 那拉克斯他爸西蓋爾 到底為什麼還要安排拉克斯跟阿斯蘭的婚約 且這樣子一說 西蓋爾對女兒有洗腦能力都是知情的 豈不是跟當初人物設定會有點出入嗎? 不過我們觀眾真的想到這邊就好了 整部電影對於戰爭的討論就到此為止 最後半索性不討論 主題從停止戰爭變成 我們應該不論世界局勢跟基因 勇敢追愛 愛才能夠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這樣子寫 拉克斯的動機變得非常私人 卻也顯得更加合理 Besit Destiny時期還要來得合理許多 當阿斯蘭等人決定上宇宙反攻Foundation時 黃終於蹲在地上崩潰 表示自己一定是做錯了什麼 拉克斯才會不要他 自己再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我給不了太陽的和平 看到心態全崩的黃 阿斯蘭終於受不了 開始對黃使用修正拳 阿斯蘭認為黃太自傲了 什麼都想要一個人解決 現在玩到整局出光就想要擺爛 真的是好棒棒的英雄 黃聽到通通都打在自己的痛點 非常不爽的對阿斯蘭開始反擊 並說誰叫你們全都這麼弱 我沒有加水他真的這麼說 黃講出真心話 認為就是因為其他人都這麼弱 所以他才得這麼努力 阿斯蘭再次使出超派鐵拳 把黃打到鼻青臉腫 這連肚子都打的那種痛點 超級好笑 真想要去勸架 結果各吃了黃跟阿斯蘭一拳 阿斯蘭說到 我所知道的拉克斯 不會因為這樣子就背叛你 你偶爾也該依賴其他人 然後再去見拉克斯裡面 才知道該怎麼做 以為在Sid Destiny裡面 已經超脫的黃 在這邊終於懂得 自省跟反省自己做過的事 並打起精神 想去宇宙見拉克斯最後一面 來到最終大決戰 Compass到歐普 找到被修復的 攻擊自由鋼彈2-4 命運鋼彈SPEC-2 以及脈衝鋼彈SPEC-2 哇 歐普真的是完全不言了 所有違反條約的東西 核能、幻象化粒子、別陣營的機體 總之就是通通搶來自己用 不過技術人員也有強調 這些機體只是修復老機體 更新裡面的軟體跟駕駛艙 實際性能還是跟不上新世代軍火 他們用這個真的打得贏嗎? 曾就回答 只要有命運我就不會輸 最後大決戰Foundation發動修復的鎮魂曲 到底誰修的? 並打算朝歐普攻擊 但黃這個時候就開了全世界頻道嗆聲 說自己沒死 現在馬上去打你們 搞到Foundation的女王 奧拉非常不爽 讓鎮魂曲的攻擊軌道 轉移到Compass的千年號上 但是千年號竟然直接回避鎮魂曲 往宇宙衝 千年號到了宇宙之後 黃因為要負責搶回拉克斯 把保護戰艦的重責大任交給了曾 這時候的曾 配上命運鋼彈的表現堪稱是無敵的 一個人就把Foundation的艦隊給拆了 另外補充一下 這場戰鬥中 伊薩克跟迪安卡分別駕駛 被改造成核動力的決鬥以及暴風登場 並且搭配流星裝備來救場 非常的熱血 伊薩克還感嘆 這種古董竟然還能拿來用 不過迪安卡就表示 自己還蠻喜歡操作系統 改成薩克的軟體升級 因為薩克的操作性更高 總之新的決鬥跟暴風終於亮相 並打出了當年自由跟正義的風采 試圖阻止Planet的內亂 這時一架攻擊自由鋼彈 也衝進Foundation的基地開始破壞 黑騎士隊長修羅上來會會這台攻擊自由鋼彈 發現 欸?裡面的駕駛員怎麼是阿斯蘭? 納豆哥是對的 自由鋼彈 阿斯蘭開的 不得不說 阿斯蘭開攻擊自由鋼彈 開起來竟然比黃還要強 竟然能跟黑騎士五五開 且也解釋了為什麼之前議長會讓阿斯蘭駕駛傳說 因為阿斯蘭也有使用龍祭兵的能力 另一方面 阿爾菲非常不爽拉克斯不接受自己 選擇自己一起統治地球的話 就能夠得到速成的和平 為什麼要選一個沒能夠成為Accord的失敗品? 拉克斯這邊講的話是有打動我的 不是因為需要才愛黃 是因為愛黃才需要他 他會靠真愛想辦法跟黃一起找出和平的方法 阿爾菲就聽不下去 眼看敵人也打進自己基地 所以就離開現場 接著黃進入Foundation的基地 救出拉克斯並確認兩個人的愛 不是因為能力跟身份 是真心喜歡彼此 這時候的黃氣力超滿 回歸攻擊自由鋼彈 王者回歸 阿爾菲也駕使白色的黑騎士卡魯拉 意外的是 對比阿斯蘭開攻擊自由鋼彈很有餘力 黃倒是從頭到尾都被壓著打 很難得的 我們能夠看到攻擊自由鋼彈 翅膀全部被拆光 肚子還差點被砍破 黃在這場戰鬥完全拿不到優勢 並且 修羅的黑騎士破壞神也參與對戰 形成一個二打一的局面 攻擊自由甚至被打到PS裝甲解除 這裡又圓了以前 命運鋼彈明明是核能卻會沒電的設定 原來是任何的核能機 都有這種充電不足的狀態 在攻擊自由鋼彈即將受到致命一息的時候 阿斯蘭開著資寇克擋下攻擊 隱藏在資寇克裡面的無限正義二次跳出來 原本看測定圖 覺得新的飛行背包看起來很普通 結果在電影中實際登場 看起來非常帥氣很有張力 電影的最後段就是C的三大主角 對上自己的敵人 黃這邊讓煤電的攻擊自由跟拉克斯的戰機 Proud Defender合體 變成了全能攻擊自由鋼彈 配上專屬BGM Meteor真的超級燃 全能攻擊自由身上的新裝備 是靠精神感應來控制的奈米粒子 可以釋放粒子後放出高壓電 直接範圍AOE清場超級霸道 這個奈米粒子領域是攻守兼備 還能拿來進行防禦 並且加裝了頭上的切割刀 威力大到可以一發把整個衛星給切開 直接變成CE世界最大管 反過來成功壓著奧爾菲 另一邊真飛鳥則是一個人對上了黑騎士小隊組 一開始還被笑命運鋼彈是救行機 但真用超高速戰鬥的方式 讓四個黑騎士完全沒辦法反擊 真在精神狀態萬全的情況下 竟然能夠壓制黃也打不贏的對手 黑騎士小隊試圖讀真的心 但是讀不到他的戰鬥邏輯 原來真一直以來打架都沒在思考 所以黑騎士小隊什麼都讀不到 後來被壓制的黑騎士小隊 決定使用對黃管用的心控洗腦術 沒想到真心中的黑暗太過強烈 變成史黛拉的形態反吞噬了這群黑騎士 最後真把命運鋼彈抄到極限 連關節都變成紅色的 並且整台機體冒出金光 真告訴黑騎士小隊 你們的分身只是半桶水 分身要這樣子用 瞬間命運鋼彈分裂成幾十台 沒有錯 滿版的金光命運鋼彈朝黑騎士小隊衝過去 趁亂之中 黑色三連星的大姐也收掉一個黑騎士 替自己的部下報仇 接下來真把命運鋼彈所有的武裝全都用上 無論你要看大劍、大砲或者掌中槍都有 真跟命運完全發揮 一個人把所有黑騎士小隊解決掉 並且得到命運鋼彈的新裝備 前去破壞陣魂曲 阿斯蘭則是跟迫害神修羅打得不相上下 比起本篇Destiny中 無限正義的動作只有拔刀兼用卡 電影裡的無限正義格鬥動作是非常的濕滑 電影裡面的無限正義格鬥動作非常濕滑流暢 從頭到尾都跟修羅五五開 修羅劍打不出個高下 決定也要來讀阿斯蘭的心 沒想到一讀下去 原來阿斯蘭打架的時候 雞雞都超癢 打到一半 阿斯蘭就開始妄想裸體的卡加里 跟自己求愛的樣子 原來宣傳照的卡加里 那個表情是這個意思 OK我懂了 不管怎麼說 阿斯蘭打架到一半想做愛超級好笑 還被修羅吐槽說 為什麼你在戰鬥中可以想這麼不要臉的事 阿斯蘭也只是冷笑回應 哼 但阿斯蘭最終還是被毒心了 無限正義的手被砍斷 但戰鬥卻沒有照著修羅想像的方向走 無限正義的動作跟他獨到的完全不一樣 修羅的破壞神 遭到無限正義重創 揭露了 原來無限正義現在是雙人駕駛 卡加里在地球遠端幫忙駕駛 所以修羅沒辦法讀到卡加里的這一步 完全是AC檔大發堂 最後阿斯蘭大喊 真正的力量是活下去的力量 無限正義頭上突然伸出一把大型光刀 直接把修羅給砍了 真的是 射至頭上一把刀 戰場上最自由的男人 阿斯蘭是真男人啊 另外被判到Foundation的阿根捏斯 則是跟駕駛賣衝的露娜對決 補充說明一下 最終一戰中 露娜終於發揮她紅衣的實力 把脈衝開到淋漓盡致 脈衝不僅顏色變成露娜的特飾版 並且所有裝備都有發揮 炮戰、劍戰跟威力型三種都發揮得很好 阿根捏斯一直都以射精地位跟實力 來判斷一個男生的好壞 並質疑露娜到底為什麼喜歡真 露娜則是表示 喜歡一個人不太需要什麼原因 結論就是回你四個字 甘你屁事 並且打爆了狗眼看人低的阿根捏斯 最後露娜的脈衝鋼彈獲得流星裝備 跟真一起前去破壞證魂曲 最後來到黃這邊 全能攻擊自由在愛的爆發下 提著武士刀不督御魂 直接擊殺奧爾菲 奧爾菲在死前領悟出 原來他身邊的副官一直都愛著他 只是他選擇無事 在死前才理解什麼是愛 Sid Freedom的最後用拉克斯的獨白結束劇情 主要大綱還是在反思愛 愛的反面不是恨 是默不關心 完全的冷淡 你心裡有我我心裡有你 這就是愛 只要彼此有愛就能邁向未來 好好的從最小的事敞開心胸溝通 必須要講 這個結論真的還算美的 最後拉克斯在速成的和平 以及跟愛人一起探索和平之間 選擇了後者 說真的劇情上還是有一定的漏洞 人種跟戰爭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且根據最新的設定更動 拉克斯是天生註定來統治人類的特別 Accord 他的父母完全知情 拉克斯還有命定的奧爾菲 那希蓋爾前議長到底是什麼心態 讓阿斯蘭跟拉克斯訂婚 難道阿斯蘭一開始就注定沒有搞頭嗎? 且 PRODEFENDER這個裝備能力霸道到 創世紀、震魂曲、流星都只能當惡流 黃的溝通以及和平 在最後還是變成大型武力增壓現場 總而言之 總評一下對於這個劇場版中 我對每個角色的表現心得 第一肯定就是主角黃大和 他的整體改變是我最喜歡的 經歷了一年前的戰爭 世界並沒有因為他的行動變好 反而充滿戰爭跟屠殺 電影前半讓黃好好反省自我 中間也顯露出他實際上有點膨脹的本性 讓黃多了非常多的人性描寫 瞬間變回Seed時期 會對自己做的事反省跟後悔 希望帶來和平 但體悟到自己只能打贏戰爭 不能消除仇恨 最後回歸最單純的動機 想要拉克斯陪在自己身邊 瞬間從Destiny時期 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人 轉化成一個非常可以共感體會的角色 那第二個要講的 還得是電影真正的主角拉克斯 這次的拉克斯內心補完的程度 是連聲優本人都很開心滿意的 以往在Seed或者Destiny 其實都沒有深刻的提到 拉克斯到底平常在想什麼 為什麼總是能讓人瞬間相信他 或者跟隨他 Freedom電影版算是解釋的 拉克斯他想要的確實是和平 但問題是 他不知道自己會下意識的悉鬧別人 以及他也不清楚自己實際上 有統治者的基因的真相 某種程度上 以前他不可解釋的行為 用了新的設定都可以解答 包含為什麼會有人自動幫他線上機體 講幾句話 甚至不用說話 士兵都會直接叛變 現在都可以用Achord的設定解決 不過同時在這個電影中 拉克斯給我的感覺 就是很真誠的想要解決戰爭問題 也想跟自己心愛的人一起探索和平的答案 知道自己跟著奧爾菲走 就能馬上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但他想要的終究是皇 不是奧爾菲 這點讓拉克斯有了更多的人性 不過拉克斯他爸倒是完全黑成一團 把自己的女兒搞成人類的統治者到底想要幹嘛 再來要討論的角色是現在網路上很多人在討論的 Sid Disney時期被打壓的很慘的真飛鳥 他因為被皇最後的一起戰鬥把這句話給感動 真也加入了Compass組織 希望能夠保護和平 駕駛跟自由成對的正義 阿斯蘭表示明明是我先來的 那曾前期最大的表現就是在相對沉重的劇情中 不斷的製造笑點 讓觀眾感覺到他符合原本開朗少年的那一面 在電影裡面曾非常的崇拜皇 只要有人對皇不禮貌 曾就會像是瘋狗一樣A的上去 在戰場上曾總希望能夠得到皇的認同 前期在搭乘正義的時候 還試著模仿皇不打手腳的打法 只是非常不順 對於皇把一切都攬在自己身上 看得真是很難過想要幫他分擔 在後期他看清楚Foundation就是一群壞人 並且拿回命運鋼彈之後 去直接全力開扁 表演一個用古董機打4個皇等級以上的對手 展現出真飛鳥原有的實力 在劇情上他甚至還得到了幾個史詩加強 他不 真飛鳥沒辦法被毒星 星空隊他也沒有用 甚至他還獲得跟木、皇、克魯澤一樣的空間適應能力 連木都感應不到的攻擊真能夠感應到 最後使出來的招式分身殺法 看起來超像狙鋼彈系列跑錯棚還是怎樣的 真跟阿斯蘭並列這次的MVP之一 再來要聊的主角是阿斯蘭 他的戲份不多 但只要有登場就是他表現的回合 幾乎有他的場面都一定好看 阿斯蘭一登場就駕駛超強的滋扣客來救場 後期也是讓他痛扁慌 把當時傲慢卻又崩潰的黃給打醒 打到一半還突然暗示自己是拉克斯的前男友 絕對很懂拉克斯 把旁邊圍觀的人都搞到滿頭問號 阿斯蘭你是有多不會安慰人 最終決戰也是充滿笑點 阿斯蘭駕駛攻擊自由鋼彈 從頭到尾壓制對面 還開公共頻道嗆休留說 你這個傢伙還真沒用 打到一半被毒心 結果被發現 看MS的時候 雞雞很癢想做愛 阿斯蘭在想卡加里蘿體求愛的畫面 超級突兀 我已經沒辦法用正常的眼光看阿斯蘭了 難怪當阿斯蘭不在卡加里陣營的時候 表現總是在滑水 因為他可能還在憋 導演表示你們網路玩阿斯蘭20年 都沒有我一次玩的6 這才是迷嬰男子阿斯蘭的真正用法 一時之間我還以為我在看《營魂的鬼》 而不是阿斯蘭 基本上 阿斯蘭冷面笑將騎行種的形象 應該會一直跟著他了 但卡加里就很可憐了 突然被反派看光有夠莫名其妙 反派的部分其實我覺得 這群人冒出來還蠻莫名其妙的 但他們側面表示了 命運計畫在這個世界觀是有用的 對於和平是管用的 且不用說我胡說 劇中許多小國就是靠著這個計畫 得以在戰亂的世界中獲得蓬勃發展 連拉克斯跟卡加里 都多少有點認同這個計畫的實用性 不過Foundation被描寫成 一群非常極端的命運計畫支持者 連自己的國民都能夠開核彈炸下去 對妨礙發展的人通通處理掉 超級激進派 對比奧拉這群人 Destiny中的議長還算是正常講道理的許多 另外我們的老朋友伊薩克跟迪安卡 駕駛決鬥跟暴風作為最後驚喜再次登場 過了20年之久 再次開回自己的原始機體 完全就是在賣情懷 許多觀眾看到決鬥跟暴風表現得不輸自由 非常的感動 且決鬥的新型態叫做決鬥電擊鋼彈 身上的裝備借鑑當初戰時的電擊鋼彈 讓人覺得他們果然沒有忘記尼可 而這次木跟馬流也有非常多的表現 雖然大天使號確實是被打成了 那時候的暴翼相當的好看 真的是很羨慕木啊 馬流指揮新戰艦時 使用了不少以往沒看過的戰術 後期的千年號完全是不會被打中 打不穿攻擊力還超強的戰鬥單位 甚至千年號最前端還帶有光束軍刀 可以直接對其他戰艦發動格鬥圖 木在前半段大多駕駛新型量產機 春雨改登場 最後當然也是換回小 不過登場時間就非常非常的短 卻也讓人印象深刻 這次的小直接堵在鎮魂曲的門口 把戰略型兵器當場反射回去 這真的是CE71年就快完成的東西嗎? 一台小需要20台M1異端的造架 現在想想好便宜喔 CP值超級高 不過小在劇中的表現也僅止於反彈鎮魂曲 後來幾乎沒有小的表現 有許多人說 命運後來用的是小的新裝備 其實這是反過來的 是小跟命運借那套全副武裝 所以顏色才會完全搭不上小 最後就來聊聊黑騎士小隊 他們每個人就才能跟實力來講 真的都非常厲害 人均超越超級調整者 還自帶一堆新人類能力 一言不合還可以洗腦對面的駕駛員 就連黃隊上黑騎士基本上是沒有贏過的 要不是他們這麼猛 這個電影根本演不下去 第一世界還是放著戰爭繼續打就是了 那總結這部電影劇情邏輯上肯定有漏洞 但是也圓了很多Seed迷的夢 想看被現實殘酷打擊的黃 想看完全放飛的阿斯蘭 想看精神狀態正常的真 想看富有人性的拉克斯 通通沒有問題 你是機器人迷 那我們就把所有老機體都搬出來大升級 追加超炫炮能力 來一場爽片大對決 簡直是一場跟角色之間的同學會 等了20年了等這麼久真的不容易 這是一個Seed的粉絲會很熱愛的作品 希望4月上映時還有機會跟大家一起包場看 喜歡這影片的話 麻煩一個讚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你對Seed Freedom電影版有什麼感想 都歡迎在留言區分享 你也很期待電影版的上映嗎? 除了我本來就很喜歡的真 很有表現以外 我這次完全被充滿人性的黃 阿斯蘭跟拉克斯圈粉 一出電影院就開始買周邊 總之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沒問題 會不會有間公開的 等級別的 來拉機 櫈進來拉機 在這裏 吃 吃